我和我老公是在大学认识 在大学期间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于是我们两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后来他和我说要和我结婚 我就跟他说我和你结婚也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我才能和你在一起 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们年龄也都比较大了 我的姐姐就在前段时间嫁到了外地去 我不想再把自己嫁到外地去 这样就没有人来照顾自己的父母亲 因为我母亲他们没有儿子 这一辈子只有我和姐姐两个女儿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到外地去了 那么等他们老的那一天 我们根本就不能在他们身边尽一些孝心 所以我就跟他说明了这件事情 他当时没有答应我 但等到一个星期之后 他给了我电话说 他愿意为了我放弃自己的家乡和母亲 来到我的地方 当他来到我们家的时候 我父母对他也非常的好 因为他们没有儿子 就把我老公当作自己的儿子来看待 什么事情都会去和他商量 刚开始来到我们家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也不算怎么富裕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和父母住在一起 因为毕竟以后我们有了孩子 住在一起也非常的不方便 后来我老公就回家和他父母要了20万块钱 于是我们两个人就买了一栋大房子 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怀孕了 转眼间十个月过去了 我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 因为我们两个人工作都比较忙 也没有时间去带孩子 我就让我老公把他母亲接到我们家里来照顾小孩 于是我老公答应了 可是每天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女儿都往我怀里面拱 好像在寻求我的帮助一样 于是我又偷偷地趁老公和婆婆出击买菜的时间里 安了一个摄像头在家里面 第二天我回到公司上班的时候抽出一点时间 从手机里面看到了安在家里面监控摄像头里 当我通过手机看到那种情况的时候 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女儿 为什么每天在我下班的时候都会往我怀里面拱 原来是我的婆婆 她总是对我女儿之手指点 她对她说 就是因为你妈妈这个烧狐狸把我儿子又骗到你们家来 我和你的爷爷这辈子也就你爸爸这么一个儿子 你妈妈还这么绝情地把他带到了这边来 让我和你爷爷无依无靠 可是来到这边还要照顾你这个小东西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照顾你都非常的辛苦 当我看到婆婆的这些举动 我是真的非常气愤 于是就立马联系了 朋友给她订了一张回老家的车票 同时我也去了月嫂的公司 让他们给我介绍一个好的月嫂 来我们家里面照顾我的孩子的衣食住行 于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把车票摆在了我婆婆的面前 刚开始我的婆婆还非常不明白我的意思 于是我就跟她说 你难道还不知道你自己所做的一切吗 我已经在家里按了摄像头 把你的一举一动全部都给记录了下来 起初我的老公还跟我说 我的母亲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于是我就把监控摄像里面 手拍下来的记录拿给我老公看 到我老公看到的那一刻 他也选择了默不作声 于是我就跟婆婆说 这是你第二天的车票 当我决定让婆婆走的时候 我老公也没有敢说话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他要敢站出来维护他的母亲的话 我让他连人和他的母亲一起走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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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